第1131集 苍叶抬起头 凝视着玄岳宗祖师的背影 见那背影仿佛微微点了点头 才微微松了口气 站起身来高声道 龙玄 叶晨 正式成为我玄岳宗真传弟子 随着苍叶的话语落下 那背影突然化作屡屡青烟 围绕着叶晨和龙玄一转 顿时叶晨和龙玄都觉得神清气爽 诗海中好像多了点什么 下一刻那青烟便再次回归到那壁画之中 叶晨心中微惊 可无论他怎么感应都感应不到什么 轮回墓地的玉兽灵神 或许也被这动静震动 感知到了什么 对叶晨道 别找了 听你的修为 自然不会有什么发现的 你运气不错 这玄岳宗祖师应当已经飞升 刚才他在你和龙玄身上 降下了一道大道祝福 这种祝福 会让受助者冥冥中得到一丝大道加护 虽然听起来有些缥缈 可有时却能发挥奇效的 而且他的一丝气息也留在了你的石海中 对你的神念修行 以或是神念防护都有好处 叶晨文言才放下心来 苍叶此时也转过身 对着叶晨和龙玄露出些微笑道 你们也起来吧 叶晨和龙玄齐声道 是 两人起身后 苍叶又对着在场的长老道 叶晨和龙玄成为我玄岳宗真传弟子 各位长老可有异议 说着他目光微微在赵平身上停顿了一下 只见赵平虽然面无表情 冷冰冰地坐在那里 却没有开口的意思 他知道 苍叶在通告祖师之后才发问 便是不容忍反驳的意思 苍叶环视场中 见都没有人说话便继续道 好了 那么龙玄来我身边 龙玄走到苍叶的身边 苍叶道 可有哪位长老看上龙玄的 此时 饶是龙玄心性过人 也有些忐忑地看着在场的长老们 苍叶话音刚落 便有一名鹤发童颜的长老笑道 我愿意收这孩子入门 他站起身来 身上隐隐透露出一种奇妙的意愿 修为恐怖 是一名星翘镜的长老 真传弟子同样有优劣之分的 一般 星翘镜的长老只会收资质超绝的弟子 而稍差一些的真传弟子 只能被半步星翘的长老收入门下了 在玄跃宗的地位 要比星翘长老的弟子要差一些 龙玄见状 面色一喜 可就在这名长老要走向大殿中时 突然响起了两道声音 秦师兄 且慢 一名一双蓝眼的黑发中年人 也站起身来 我诸葛阳 也想教导教导这孩子 老秦你等等 这孩子还是入我门下更合适 说话的是一名身高近两米半的 雄壮中年大汉 他一双金色眼睛 更奇特的是 身上的气息竟和龙玄有一丝相似 这名长老竟仿佛也拥有一丝蛟龙血脉 秦长老愣了愣道 诸葛师弟 老骄 你们也看上这孩子了 老骄还好说 毕竟血脉相近 怎么连诸葛阳也对龙玄有兴趣了 不过 秦长老却没有坐下 他不打算放弃龙玄 他感应到龙玄的气息 也与自己有一丝亲和 想必也极为适合传承他的道统的 三者竟都看着龙玄 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而且这三人都是星翘镜的长老 龙玄的天赋竟引得三名星翘镜长老争抢 交长老见状 抱着手臂冷声道 不是我说你们 我与这孩子血脉最相近 你们和我抢什么 说完 竟把目光转向龙玄道 小子 你知道该怎么选择吧 龙玄有些愣愣地看着他 刚想回话 苍叶的一只手却按在他的肩膀上 笑着摇了摇头 示意他先等等 诸葛长老道 焦师兄 血脉相近 不意味着适合教导 而且以我的前蓝之眼看来 不论血脉 龙玄本身的资质 阴阳之气极为调和 非常适合修行我的道法 亲长老笑道 诸葛师弟 这么说来 龙玄他应当更适合我的道法 除了阴阳之气调和 那血脉中的龙气 对于我的道法而言 也极为有用 这才是真正适合他的道法 苍叶道 龙玄 你愿意加入哪位长老的门下 按你的想法放心说吧 不要担心 龙玄目光在三名长老身前 一阵群寻 最终还是定格在了焦长老身上 毕竟他最骄傲的是自己的血脉 焦长老见状面色一喜 多少年了 他终于找到一个资质够好 血脉又和自己这么相近的弟子了 他已经决定 将龙玄受为自己的关门弟子 全力培养他 可就在这时 一个有些苍老却充满威严的声音 从殿外传来道 焦小子 老夫也对这娃娃有些兴趣 夜晨闻言一听 这人是谁 竟敢叫玄岳宗的星翘镜长老为焦小子 莫非 不仅是焦长老 所有在场的人文言都是面色一变 恭敬地对大殿入口处施礼道 见过两位太上长老 此时 从殿外走来两道身影 说话的 正是那个比焦长老更高大 虽是一头白发 样貌看去却只有四五十岁 一身华服几位尊贵威严的老者 而在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弯着腰 背着手 身材瘦小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头 固然平平无奇 但是却透着神秘 夜晨凝视着那名说话的太上长老 瞳孔收缩 这老者额头 竟然有着龙纹 并且 他的气息除了和龙玄有些相似之外 竟然和夜晨也有些相似 那是天地间至高生命的气息 这是 夜晨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那老者 玉兽灵神道 这家伙血脉浓郁到如此地步 都不能算人类了 他父母中 应该有一方是妖族的 他是一名半妖 夜晨道 难道他的血脉是龙神血脉 玉兽灵神道 很可惜 不是 不过他体内的血脉也是极为强大的 他继承的才可以称得上是龙血 虽然不是真龙 但也是远比一般胶类强大的血统了 或者说他继承的是胶类一族中最高等的血脉 不过这些人都不适合做你的师父 你有轮回血脉 他们察觉不到 但是论潜力和血脉 整个灵五大陆都没有人可以和你比 只不过轮回血脉虽然强大 但也是最难激活的 轮回悬碑可难找啊 那半腰老者来到龙玄身前 打亮了他一阵后笑道 老夫名为龙一天 你的血脉不错 虽然浓度低了一些 却有很大的潜力 怎么样 愿意败入老夫的门下吗 龙玄呼吸一致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 成为太上长老的弟子有多大的好处 玄月宗的太上长老身份可能比掌门都高啊 可是龙玄还是看了一眼焦长老 毕竟刚才他都打算加入焦长老门下了 现在却要改变 有些对不起他 焦长老目光一暖 笑道 傻小子 既然太上长老看上你了 还要我教你如何选择吗 老焦我何德何能 能与太上长老相提并论 何况我当年也得到过太上长老的指点的 算是他的半个弟子 龙玄当即不再犹豫 对着龙一天恭敬施力道 弟子愿意 龙一天大笑道 好好好 跟我回去吧 说着便带着龙玄离开 而原本跟着他一起来的那名朴素老者 则扫了一眼夜沉道 小子 你愿意拜我为师不 语气竟颇为不耐烦 毕竟龙玄的血脉可以被强者发现 而夜沉的轮回血脉哪怕志强也没有资格查看 夜沉一愣 还没说话就听子宁道 师傅他当然愿意了 你就收下他吧 说完就小声对夜沉道 在你处理事情的这段时间 我师傅提前出关了 至于你的那个东西 不要在这里提 这个东西自然是指轮回悬碑 夜沉看了一眼子宁有些无语了 此人就是子宁的师傅 而且看样子 他还不是很愿意收夜沉为弟子的 那老者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又看了看夜沉道 资质还行 做我的弟子倒是足够了 不过我这人怕麻烦 本来是不愿意收弟子的 这个给你 拜师一试就免了 往后你就是我白震堂的弟子 说完 一抬手将什么东西丢给了夜沉 然后突然换上一副慈祥的笑脸 朝子宁走去 小丫头 走 陪师傅钓鱼去 苍叶健壮也面带苦笑道 好了 真传仪式结束 各位自行离开吧 说着他拍了拍 还有些呆呆的夜沉的肩膀道 白太上长老他面冷心热 而且极为护短 虽然他轻易不收弟子 不过既然已经收了你为弟子 绝不会亏待你的 夜沉发呆 倒不是因为白震堂的态度 而是因为他给自己的东西 看着手里的一小块金属 夜沉的眼神也有些疯狂了 这是羹筋 而且是品质最高的极品高等羹筋 甚至在得到羹筋的刹那 没心的恶魔之眼都差点冲出来了 此时文言将羹筋收起 对着苍叶笑道 掌门放心 弟子知道的 苍叶点了点头道 好了 你可以先回去了 有人会带你去你的住处的 门内给真传弟子配备的一些物品 已经放在你的住处之中了 是